有四分裂之後就要進入到減速分裂了 我們先複習一下各位對於減速分裂 在國中學到的東西 減速分裂你會說是生殖細胞形成配子時 從2N的生殖細胞形成配子時變成1N的配子 需要讓染色裡超數減為一半 染色裡數目減為一半 所以叫減速分裂 所以常常所產生的細胞叫配子 它是個單N的 所以我們常說減速分裂是一個細胞 經由減速分裂變四個細胞 然後呢它的染色也是從2N變成1N 甚至有些國中會用這個口訣 一個變四個2N變1N 來描述減速分裂 減速分裂還有幾個特點 它在分裂過程中 卓產生的配子 配子可以有多種染色裡組合 這是關鍵 所以減速分裂是可以增加遺傳變異的 也就是你所產生的配子 每一個染色體 每一個配子的染色裡組合都不同 那就不一樣啊 每一個每一個都不一樣 variation 不一樣 那就是它出現了配子的多樣性 diversity 所以我們常說什麼遺傳變異 其實就是指多樣化之後產生多樣性 每個配子的染色體組合都不同 好那有關於減速分裂 為什麼可以產生遺傳變異 我們今天會提到 那今天先略提到這 這邊是複習一下國中所學的 好那講完國中所學之後 現在呢我要來更正了 首先 植物的生殖細胞型減速分裂 並不是產生配子 植物的生殖細胞型減速分裂 是形成1N的孢子 這個我們以後在植物的生殖會提到 所以這句話其實有問題 減速分裂就是為了產生配子嗎 動物是這樣子沒有錯 但植物不一定 甚至有些動物的配子 也不需要減速分裂也可以獲得 所以國中所說 減速分裂就是為了產生配子 不一定 有的是減速分裂不一定 產生配子 有的是配子的產生 不一定要減速分裂 都會有一些例外的 我們之後都會陸續學到的 好那它讓 染色體的數目減速分裂就是對的 因為減速分裂 但是一定是2N變1N嗎 不一定哦 我可不可以原來是4N的細胞 後來變成2N 4N變2N除以2啊 我本來是16N 後來減速分裂變8了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這些都是染色體 都是減速分裂 所以減速分裂 理性一下 不一定是產生配子 第二不一定是2N變1N 也許是XN變成1 2XN也可以的 以上是減速分裂 我們目前所知道的過程 OK 好那我們先復習到這裡